这都联动到2024 包括我们提到赖清德 侯友宜还有朱立伦 那还有一个人 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的角色呢 在2024这一局 比如说副手的部分呢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在这一次的 也是228的相关活动 就是一场追思礼拜 那前总统陈水扁呢 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 都受邀与会 那陈水扁呢 特别指出了 他说他觉得卢秀燕很不错 两个动作他觉得不简单 第一个呢就是 当时这个主持人 在介绍与会来宾议员的时候 感觉好像 介绍得有点哩哩啦啦 那卢秀燕呢 他很了解这些议员的背景嘛 所以就帮忙补充介绍说明 好那同时呢 当时这个主持人的 明天掉满地的时候呢 卢秀燕和前台中市长张温英呢 都帮忙一起剪 所以陈水扁竖起了大拇指说 卢秀燕不简单 难怪他可以连任 而且祝福他可以更上层楼 更上层楼 当然很多人想说 这个2024的点将路 很多人也点到了卢秀燕 那副手的部分啦 那很多人说 比如说喉卢配的 我不知道这个 宾哥怎么看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阿扁是在称赞卢秀燕 讲他很棒啊干嘛 其实我觉得根本就是在吃豆腐 吃豆腐 因为很简单嘛 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最好的策略就是 最好国民党每个都想出来选 最好你讲万安啊 张善政每个都想选 都拱 全部最好 你国民党越乱 那对民党来讲就是消息大航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他们现在 你看就故意要去讲说 谁做多棒多棒 那选举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讲 怎么不讲卢秀燕干得很好 你蔡其商怎么不自动宣布退选 那为什么现在又要讲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要讲得你心飘飘的 好像让很多蓝营资者觉得说 卢秀燕也不错啊 那卢秀燕也可以出来啊 我请大家想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啊 一堆人在那边讲侯卢配 你叫国民党一次放掉两个直家市长 六都的两都欸 然后这两都可能都要面临改选的命运 我们就当作侯卢秀燕配 卢秀燕到最后选上了 你一次要改选两都欸 那请问一下 国民党现在在这两都有适合的人选吗 你确定一定有吗 你确定一定会赢吗 这个风险会不会太大 卢秀燕是不是很好的优秀人选 是 但是现在国民党不宜乱 所以如果何伟义要出来 卢秀燕就不要出来 如果卢秀燕要出来 何伟义就不要出来 在我看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对民进党来讲 当然希望最好你们每个都出来 最好韩国瑜要跑出来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到现在网路上 很多人还在讲啊 还在那边扯 包括董哥每次只要一批评什么东西 他们就说啊 你就是要挺韩国瑜出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又到底怎么回事 这也扯得太远了吧 但是问题是 他们无所谓 对民进党这些人来讲 他不需要逻辑的 他就是故意要把这些消息散布出去 要让你觉得说 你看国民党这些人就是贪心了 要重演2019了 韩国瑜要出来 郭台铭要出来 每一个都要出来又要抢了啦 就是这样 他其实就是要营造这种氛围而已 那阿扁就是帮腔一下而已 好像 阿扁其实 我讲比较那个一点 这个是中华民国的耻辱 一个保外就医的人 什么东西在家天天跑来跑去 然后我们的这些 不管是首长也好 明代也好 没有一个人感觉他怎么样 每一个还只能把他供在那个地方 这个很丢脸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想法是什么 我看的真的觉得很丢人 表示 中华民国的司法制度 根本就是一场儿戏嘛 就被这些政客踩着玩嘛 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人明明活蹦乱跳了 然后硬要跟你讲保外就医 不就是这不得性吗 所以这个其实基本上阿扁讲什么 我从来不想听 因为他根本就在鬼扯 那这个人现在就是出来搬动 因为他只剩下这个决定 他最近不是还要开班授课吗 对不对 我光看他师资排名第一 叫石板名符 我零零不想看 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石板名符 这两天还在讲一个笑话 所以有人打电话跟他讲说 什么日本蛋很便宜想要透过到这边进口日本蛋 有哪个人这么白痴啊 赶快叫出来好不好 这这么儿戏的东西也有人 他也讲得出来我真的是服了他 那没关系这些人就是这样 他每天都在胡说八道 但是有人会信 可是我觉得蓝军现在重点是 你自己心头要把持的定 我觉得卢秀燕没有受到什么诱惑 他也就很实在 他就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那问题是我怕蓝军有一些人 被讲一讲讲一讲 又开始在那边一头热 要拱谁又要拱谁又要拱谁 这个时候蓝军要注意 你在2024要赢的唯一机会就是团结 团结的不一定会赢 更何况是如果你们再搞了一大堆 这个人选也不错那个人选也好 那到时候就是哭给人家看 侯友宜心有定吗 就是大家一直纷纷逼他表态的部分 我觉得侯友宜的心非常定 包括甚至这次黎明珍的 我看他也不是他自己很主动想去 那是朱立伦叫他去他来去 那也就是因为其他四都都去了嘛 所以他也是要去嘛 展现一个党内团结 因为不去才被做文章 对那你说他要很积极吗 我也不觉得 因为后宜的个性我很清楚啦 他一定会让你很多人 像热锅上蚂蚁一样急 他最快最快也要到4月以后才会表态 我个人是认为这样 因为他对他来讲他不需要急嘛 等你一切整个大局已定 你这样看他现在出来的时候 他议会要面临多少责难 然后外界一定又在那边风言风语的讲 一下什么侯郭配啊 一下柯柯配啊 一下柯侯配啊 什么鬼配全部都来了 他干嘛把自己陷入这种困境里头 我觉得他会继续等待 好那如果说侯有瑜现在是谋定而厚动 那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位 也就是郭台铭 郭台铭只想回国民党 那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感觉是国民党现在 如果呢 他要他选总统这件事情 有点不得其门而入 那这时候传出 有民众党 民众党向郭台铭招手了 这是蔡碧如说的 他说民众党很欢迎 如果郭台铭回不了国民党的话 欢迎来民众党 那民众党所以是 柯郭配 郭柯配吗 那柯文哲的夫人陈佩奇 上节目的时候有提到 他说柯文哲百分百会选总统 那之前骗黄敬云学姐不是说 柯文哲有不一定要当政的吗 但是陈佩奇说 这个柯文哲自己决定 他不会跟我讲这些 以前当医生还能支援 现在到政治界 我只能把他的生活照顾好 他要走什么样的路 讲什么话 他自己决定就好 我就是尽量帮忙 可是陈佩奇 他说是百分百会选总统 感觉是柯文哲要当政的 那包括现在民众党 可能会跟郭台铭招手 那郭柯和这个部分 沙卡都目前很多的民调都显示 只要沙卡都 民党也是希望沙卡都 国民党应该就会输吧 其实如果冰哥刚刚讲 我觉得听了最有感觉的重点 就是当然所有的绿营的侧意 所有人想尽办法 让所有国民党可能人选 通通都出来 出来争自己打内斗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 韩国瑜低调到 趴到那个地洞底下去 就是连一些很正常 很小的媒体 很公益的活动邀请 他都夺的跟什么一样 那就是因为不想要再被做文章了 那我想补充 像刚刚侯友宜的部分 是因为 侯友宜当然很多特质跟状况 跟韩国瑜不一样 但是他们现在有个处境 跟当年的韩国瑜是很像的 其实太多的背负的期待 有多少人或各种大佬或各种管道 在逼着你表态 或者是在舆论民意民调上面 你在逼着你必须要扛起责任 那什么时候才是最佳的时机 那么或者是你符合了这一步人 你扛起责任啦 那别人另外一边的人就会说结果论嘛 就是你是自己贪念或等等 可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讲 不就是扛起了一个重要的国家的大责任 然后勇往直前嘛 这也是符合了很多人的期待 那现在侯友宜当然就必须要等 他要看过这个韩国瑜的经验 他怎么干 随便轻率的 再来宣布人家又要说他贪了 人家又要说你如果不选不是很好吗 你看你为了你自己怎么怎么 然后最后输掉了大局 赢了当然大家都说你选的对 输了之后大家都把责任归到你身上来 那么所以侯友宜现在的谋定而后动 当然也是有他的原因所在 那本来个性也是一回事 不过我还是相信他已经准备好了 包括国家大臣上次我提过 他已经在做一些政策白皮书的规划之外 那如果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跟其他人搭配 的确柯文哲我私下跟不管幕僚 或他本人接触的情况之下都认为 他现在是维持一个非常高度的弹性 我也认为这会是2024选战里 总统大选最大的一个变数 柯文哲可以发挥独到的能量 因为他的确在年轻的族群 新世代是比较有话语权 大家也比较愿意听他谈的这个谈话 因为有意思嘛 角度不一样 大家也好像相信他比较没有那么 就柯就的这种政治的口吻来糊弄大家 但是如果是郭柯的话 我自己是个人觉得好像难度有 这两个人合在一起 因为2020年曾经就想要合作 那连一些两个政党之间候选人提出的各种过程 那个就已经是水火不容 就已经我所知道 但不能说太多的过程 其实就已经知道这两个人的风格 其实要合作真的很难 你也看郭台铭一出来被问到的时候 就已经公开否认了 跟柯文哲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一些企业家霸主 跟柯文哲之间的合作 一定是要有一方比较相对退让 其实这个是在2022 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策略合作的重要原因 那么当时破局 当然我知道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有在当中的希望能够破冰 重新建立合作的管道 其实当然这个柯文哲 他今天最近的这些喊话 刚刚讲他的重要幕僚 突然想不写名字 拍谁 护士姐姐 我刚谢委员的 蔡壁如 蔡壁如 我想说 我快要失智了 对不起大家 姐姐护士姐姐 哎呦天哪 我自己撞墙 就是蔡壁如会这样讲 其实这一段时间来 我都知道他以幕僚的身份 居中 居中穿梭 都希望能够重新建立其管道 但的确是有难度 这两个人要合作很难 但是柯文哲自己呢 就因为他保持了这样的弹性 任何政党都可以把他当成 这个20%左右的可能的影响力 来做沟通协调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深沉浸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